上网认证 那我们上网认证第一个,我们认证设定这一边 认证设定这边可以看到,我们上面的画面是我们的共同设定 共同设定意思是说,我们今天的认证账号 的方式有四种,本机,POP3,Radius 以及AD 那我们这四种的认证的共同设定就是在我们上面这边 比如说你认证的破坏是多少 是不是有加密 以及最大零线数 那下面可以看一看 等等的我们有其他设计,比如说登入失败次数 或是解除IP 等等的设定 那这些 都会套用在你这四个 账号的共同的设定 那下面有一个 认证模式共同设定 这意思是说你今天我们 提供这四种认证方式 那如果你 你 有一些是没有在使用的 你可以把它取消掉 就是说 这个设定主要在于说你的认证顺序 他的意思是说我今天认证顺序是从L L就是本机意思 Local的意思 那A的话就是我们AD R的话就是我们Radius 那他认证顺序会先从Local 然后AD 再来是Radius 这样子 你可以去做修改 他的认证顺序 那我们的认证设定是这样子